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是泼水 然后就带它回家 直接就回家的 不能够拍照的 多可惜 很多次它赢马都没有办法拿回来拍照的 是 因为它本身有些问题 很容易中暑 所以接下来每次它出场就是对它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这匹马赢完这场赛事之后 我相信下一场赛事是克兰之一英里赛看到它的 它真的是厉害 它那个后冲能力是非常的惊人 稍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看看星期天的时候 有一匹马叫做唯命侍从 我们时常说那些年轻的马匹 如果在第四级已经赢马之后 它升上第三级基本上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难度 对 我们先看唯命侍从怎么样 然后跟你再总结一下这些马匹 它们的进展的状况是怎么样 唯命侍从是红色彩衣的黄色那个箭条的那一匹 现在排在内南第二匹第三匹就是它了 前领的马匹就是这匹五号马就是库克 然后它在旁边就有这个阿凡索 阿凡索上次赢完之后今天没票就是代表它没有兴趣拼了 然后再后一点就是一匹非常忠心可靠的中华文化 这三匹马在前面 但是这匹唯命侍从跟得非常好的位置了 因为它首先它头重不中 守在这个第四位 虽然说在前端马匹不算是抢口 就是希望跑快 但是其实控制的很好 马匹也没有跟它拿别扭 所以就是顺着那匹马守在这个第三位 这个代表这匹马很有力去跑 然后守在这个位只要直层有位给它冲上来的时候 除非它是没有能力 要不然这个位是最理想的 我们经常说要赢嘛 最好就走这个位了 前有这个潜领马匹 旁边有这档就是最好 但是最关键就是直层的时候 一拉出外面就有位 现在就看中华文化在前面 已经是摆脱了这匹潜领的库克 以为中华文化这匹中心可靠的马匹可以赢 但是最厉害的就是内南那匹不了行 两三步就是赶过来 以走势而论应该是它赢的 但是没想到唯命是从最后 手一推就赢出阶层 看看这个走位系统呢 在前面两匹马都是前领的 一匹是中华文化 一匹是库克 而守在中华文化大概一个多马位之后的 就是这匹唯命是从 但是在它旁边悄悄冲上来的有不了情 两匹马呢算是夹攻这匹已经先出头的中华文化 而且呢这两匹后上马匹 在最后阶段的这个冲刺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 看看转入之城的时候 库克领到这边其实也是有一点的脚软了 因为中华文化一直在外栏的位置呢 压着它来跑 以为这个见习生啊 费德斯有机会凭着中华文化 在今天取得更多的一场头漫 但是最后阶段呢 还是让这两匹后上马匹给赶上 而且这两匹后上马不了情啊 跟这一匹唯命是从呢 最后阶段的那个竞争啊 真的是相当的吸引眼球 因为两匹马最终只是相差一个马鼻子而已 因为眼看真的是以为不了情应的 但是看了照片才知道 那我刚才说了这个年轻马匹呢 它的进展的过程就是 三岁四岁的年轻马呢 第一个关就是第四级 这扇门啊 你能开进了去过了关 第二个关口呢 就在第二级 是 因为第四级的门打开了 你就拿到了第三级的钥匙 第三级完全是没有难度的 是 然后到了第二级的时候 因为碰到了对手连长一些 然后实力更强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败北啊 对啊 如果你能开第二级的门啊 那你就第一级的马匹了 所以就会有两个门槛啊 那接下来唯命是从呢 就要看看他能不能够 克服第二级的这个难度了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匹那是摇滚精神 这匹马他在短途的赛事赢嘛 今天呢第一次去尝试跑中距离 要不是有些骑士压着他 不让他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匹摇滚精神 在今天应该会有一番作为 我们叫这种跑法呢 就是合理的那个保障 我的那个利益的跑法 是 完全不犯规的 对 纹罗了 怎么看纹罗骑这场赛事呢 不是 他不是骑这匹摇滚精神啊 他是骑另外一匹马 但是就是因为他合理的保护他的权利啦 所以摇滚精神呢 就没有办法可以冲出重围 因为这样子呢 他就输掉这场赛事 但是你也不能怪纹罗啊 因为纹罗骑的这匹就是奥斯曼蒂 他有票 他也希望赢这场赛事 所以呢 他只是明白 摇滚精神在这场赛事是最有力的挑战的马匹 所以我就尽量就是除了我要马匹发挥之外呢 我也不能让你就是有这个有力的条件 所以在这场赛事前领的就是这匹精明售获 在第二位呢 就是奥斯曼蒂 这最好的位置呢 理论上就是有梗精神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前面有马匹领放 旁边有马匹这档 守在这个位置就最好了 但是第一个前提就达到了 第二个前提呢 就是你直撑的时候要望空冲刺 刚才唯命是从就有这个第二个前提 望空冲刺 所以就赢了 但是呢 这场赛事能不能望空 不是精明售获的问题 就是问奥斯曼蒂的问题 现在就是精明售获在前面 依然是跑出一定的速度 摇滚精神跟着他屁股后面 现在如果奥斯曼蒂斜出外面 那摇滚精神就有位了 但是呢 你看 文罗完全不让这匹摇滚精神 有定点的空间冲上来 你说他犯规吗 不是 我一直跑我的跑线 我跑我的跑线没错的吗 我为什么要让你出来 因为我的马匹也会赢嘛 所以摇滚精神一起要等 等到最后的200才冲 但是这个时候为时已晚了 赶不上来 看看这个走位系统了 这时候守在内栏位置的就是这匹摇滚精神 它是在精明收获的 这个后面大概是一个马位 在他旁边白色彩衣的呢 当然就是文罗这匹奥斯曼蒂 结果使到这一匹摇滚精神呢 始终有一段长的这个路程呢 没有办法冲刺 所以最后阶段呢 冲上来真的是太迟了 因为大外来再上来另外一匹 马国过来的这匹加州飞机呢 这个后冲能力是更加的惊人 看看转路直程的时候呢 两匹马几乎贴在一起跑 一匹呢就是奥斯曼蒂 一匹粉红色彩衣的是摇滚精神 当两匹马呢在那边斗的你争 你死我活的时候呢 看看中间那匹橙色彩衣的加州飞机 几乎电后的它在最后阶段的 那个爆发力呢真的是非常的强 结果加州飞机呢 就在这场赛事赢马了 这个镜头啊在本地不是太多艰 在香港经常见 就是保护我的权利 对 反正我又没有碰撞到你 对对 你碰我而已嘛 我一直都是属于在这个直线上跑的 我并没有内闪 这个最重要就是你跑你的跑线 你就没错的了 所以文罗这场赛事 他做他应有的工作而已 是 就算输了我都无所谓 不过摇滚精神这匹马呢 今天这样子输 而且呢他特别是他打败他两匹马呢 今天的演出非常好 是 像这个欢腾啊 对啊 还有另外一匹新马 对 那个什么什么在那么劝啊 怎么都忘记什么名了 第二场赛事的那个 那匹年轻的稳超胜券 两匹一匹赢一匹跑地啊 他就这样子输 所以下一场赛事这匹摇滚精神出来 不用担心 总之我们觉得摇滚精神这匹马呢 他在中距离可以寻求另外一条出路的 希望不要碰到文罗这样的趋势了 是 那到了另外一场赛事 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了 刚刚也在开场的时候说了 重头戏的赛事当中呢 法拉斯这匹马呢 确实是赢得相当的漂亮啊 这匹马的体型小小 真的是厉害 58公斤难不倒他 还以为他会被这个58公斤的 这个驮重呢 撑不下去 结果还让他撑到终点啊 我们来看呢 法拉斯 他很厉害的 跑大外栏冲上来的 这场赛事呢 参赛马匹 14匹 非常热闹 大人们当然就是一个好人啊 但是今天我们要等裁判报告 以后看看他什么情况啊 因为演出让我们有点失望 在前面领出来呢 就是居先生 不过这匹马呢 从两个月前已经跟你说了 这匹马的实力开始走下坡了 不能再用以前的居先生来看他 所以尽管他还是在前面领 但是的实力已经是打了结扣 然后呢 跟着第二位呢 就是九阳性 这些也是导乱分子而已了 守在第三第四位呢 就是这场赛事最有能力的 这匹就是一个好人 然后野儿这些马匹 然后外面上来的世界仔啊 甚至是在后一点的这个是 丹尼尔啊 都是跟得比较好的位置 现在还没有看到法拉斯的 他现在是马群的那个 最后第二名 守在躲在马群的后面 但是他执行的时候呢 他就不等内南的位置 他斜出外面 一直斜到外面去 你看他不是 他利用这个离心力呢 就把马匹呢 就是走到外面去 这个就没有欺贿太多 因为他转弯的时候 韩斯在内南 只是转弯的时候 斜出外面 斜出外面呢 这匹马一望空啊 真的是很多时候 都看到他这样的冲刺的 但野儿已经摆脱其他马匹 但是没想到 这匹法拉斯 一冲过重点 就把他压倒 看看这个走位系统呢 你看几乎垫厚的 这匹法拉斯 这个时候拉到外篮的位置冲刺 但是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几匹马的这个距离呢 是相当的接近 因为这场赛事呢 实力落差也不见得太大 真的是算是相当平均的一场赛事 原本呢 这匹丹尼儿已经是先出头 可能这个骑士赛夫天 也是有一点点的失策吧 他没想到这个法拉斯呢 居然能够从后面的 这个位置冲上来 你看转路直城的时候 基本上马匹是一字排开 从内篮的马匹呢 就是巨先生 一直到最大外篮的是法拉斯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不到最后一分钟 真的很难分出胜负的 但是呢 在骑士桑丹拿的车骑之下 这匹法拉斯真的是 把他的后径啊 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终呢 就压倒了纳逊旗下的这一匹 就是这个丹尼儿 一场非常精彩的赛事 八岁的马匹 赢了一个四岁的马匹 对 这个是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了 因为四岁马匹 理论上应该比八岁马匹好 对 因为这场赛事 其实大家焦点就是放在 这个纳逊的旗下两匹嘛 一个好人跟丹尼尔 那我们也说嘛 一个在前领 一个后上 如果前领的不行 至少还有后上的丹尼尔嘛 不过这场赛事 我看这场赛事 一个好人是不是 他的体重增加了 十一公斤 不标准呢 我们真的很想看看 过后的那个裁判报告 对啊 因为真的是 输得有一点 你都不能说出原因的 因为跟得好好的 支撑的时候又忘空 但是就骑上去 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点反应没有 还没关系 最后呢 还是节节败退的那种 对啊 差不多最后一匹过重点 是 不过总而言之呢 演出最出色的 还是这匹法拉斯 底型小小的马匹呢 看来这个老马 还是有一定的余威 好了 我们现在看看 星期天的时候呢 有什么裁判报告 星期天 两匹马流鼻血了 那就是六场九号的金醒 还有九场十号的明星马祖 另外我们总结 星期天这三匹马 六场十四号是 为命适从 然后呢就是 它实力强横啊 最少是值第二级的 另外有八场七号的 摇滚精神呢 则是在职程的时候受困 看来是输得相当的不值得 另外十场一号的法拉斯呢 则是一匹八岁的老马 赢得非常的出色 那九月份呢 这个第一个星期的 这么多的赛事呢 也算是圆满落幕 本来我们一直要达成一个目标 就是像显文诺啊 还差一场的这个头马 就可以完成200场头马的撞举 还有这个 海里啊 也是还差一场的这个头马 就能完成100场的这个撞举 另外当然就是白布朗 它同样只差两场的这个头马 那下个星期 我相信应该达到目的了 我们希望下个星期 焦点放在他们身上 然后也希望他们真的 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吧 好了 谢谢您收看今天呢 那在后点评赞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再见 再见